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给大家个惊喜 就是绝对可以把观众拉进来去相信我们的说台词 我们说戏点你们都会跟我们同步 就因为我们是完全投入了去拍这个戏 所以观众我觉得相信也会感受到 感觉不想要 谁想要自己的女朋友经常怀疑自己的 好辛苦的 没办法克服 因为拿不到证据证明我是好的 你自己的戏会给你是妈妈或者是家里人看吗 会 都什么评价呢 妈妈就肯定支持 妈妈就经常会看什么都看 路透也看 什么都看 就一直在看 我哥哥姐姐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了 就是比较忙 所以就省则性的去看 他妈妈的话会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追剧的过程 可以说他喜欢哪个角色 或者是他喜欢你那副喜欢 不跟你讲话 他应该不愿意去伤害我吧 他会说每个戏都好 真的吗 非常好看 那他怎么会在你的表演呢 他对我挺有信心的 就我妈妈就其实挺宠我的 但我不会说我什么不好 都不好 什么不好的都是从我十几二十岁 所以每天说每天骂 到现在就一定不会了 像你如果说是一个戏 很多打戏的时候 妈妈在看的过程中 会有人说 或者是看到路透啊 会看到一些 特别心疼 他会特别心疼 他在探巴的时候 一直到我拍打戏 特别紧张 所以有几次他不敢来现场 他来了北京 然后听说问我的同事说明天拍打戏 然后第二天不见 他说我不忍心看到你被打 我去吃个饭 去逛逛街不看 对 怎么安慰他 送他礼物啊 送他包包啊 这我妈很简单 给他打个电话 陪他聊聊天他就开心了 每天都是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就感觉很有烦 然后就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怎么会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难道我哭要在你们面前哭吗 这个其实还是很好奇 就是如果说你遇到疤患或者困难这些事情的话 就是你都是怎么要去处理 我是看事情会不会看这个过程 我会看远一点 看之后的事情 当然我们要活在当下 但那个活在当下 我一直说 享受当下的乐趣 而不是活在现在的烦恼 去解决现在的烦恼 当你遇到烦恼的时候 你得往后看 你的目标 你最终想要什么 这些烦恼 只是一个不想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永远想着 你解决了那个事情 最后的那个快乐 你就可以 不会经常处于一个很悲响的状态 大学院私下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嘛 然后可以跟我们做一些 就是自律的一些例子嘛 如果我要健身 素心的话 我们是吃的 做了睡觉时间也很自律 然后我工作的时候也很自律 因为我赚重我的工作 我会全信全疑的投入我的工作 所以这些也是一个自律的表现